83 明報 貨物被購損實近億秦錦超向海關索償 2015年7月26日港民A08明報專訊 被稱為豪宅大王的商人秦錦超卷入走私案 2012年租海關搜查其下多家公司的辦公室 檢許大批文件後轉交內地執法部門 一批於屯門內河碼頭代運的貨物亦租購查資金 秦錦下一公司日前日品 指海關未有首領校為例扣查 令他損失於9500萬元 要求賠償 指海關無首領登船首物件交內地元素一方為營高航運 香港 有限公司 董事之一為秦的女兒秦月明 營高於日品藏指出 2012年1月11日晚 香港海關聯同中國海關出示多張首領 搜查元素一方多個住宅及辦公室 同時 海關於內河碼頭搜查兩艘營高的貨船 並扣樓船上十個貨櫃及屬於兩家公司的貨物 營高指出 海關未獲同意 亦無首領便登上貨船 取得機密資料交與內地海關 內地海關於上月利用相關資料檢控三人 營高指海關做法出錯 更構查貨物資金 令營高損失慘重 營高指2012年與兩貨主和解 賠款了時 營高向託運音極同的一方支付2,103萬元 並向託運電子產品的貨主賠償7,380萬元 此外 十個貨櫃價值為43萬元 故營高要求有律政司代表的政府 賠償共9,526萬元 首領如是兼為來高院命海關還文件 海關於2012年籍16章首領、首去營高等多家公司的文件 交給內地部門 秦因而提出司法覆核 在高院獲判勝訴 裁定其中13章違法執行 高院裁定海關檢走資料交與內地海關緊供參考 不能用於法庭證供 但內地法院卻在審訊時使用該社資料 且海關取得首領後二至四個月才執行 超出合理時限 而部分案進出口條例申請的首領 指供搜查車輛或船舶 卻用於搜查辦公室 違反基本法 高院下令海關需歸還該社文件 但海關已提上訴 獲准暫緩執行裁決 案件編號 HCA 1677-15